字幕提供 暗い森のの館始まる 如果等一下聲音太大聲的話跟我講一下 在一個深邃的森林之中 珍耐 被冷風所吹搖的樹葉的聲音吵醒 張開了眼 突然發現自己並不是在自己房間醒來的那個女孩 開始確認了周圍的四周 這是哪裡 因為附近實在太暗了 能看到的視線有限 只能感覺到中間有一些令人不舒服的樹 那麼 那些圍在周圍的樹 好像在笑著珍耐一般 照在她的旁邊 午安午安 秋水跟SRI 實在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在樹林裡面睡著了 她就開始想著到底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嗯 跟媽媽打過晚安的招呼之後呢 就回到自己的房間開始睡覺 記憶就到了這邊 當然珍耐的房間絕對不是在什麼森林深處 自己也是知道的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珍耐輕輕的 就是輕輕的壓上了胸口 彷彿要抵制著那個不安 然後叫著最信賴的爸爸還媽媽的名字 之後呢 珍耐努力的汙上了耳朵 想要不想聽到那些風聲 閉上了眼 這一定是夢 這一定是夢 想說如果眼睛睜開的話 大家就會在自己的房間裡醒來了 她是這麼想的 那麼她就睜開了眼睛 把捂住耳朵的兩隻手拿了下來 珍愛 沒有啊 我哪有在什麼珍愛 怎麼辦呢 珍耐因為就是說 因為太害怕 太太嚇到了 完全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欸 喔原來她不是珍耐啊 我以為她是珍耐 原來你原來原來你是敵人啊 喔不是敵人 就是原來你是另外一個角色 突然有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傳入了珍耐的耳朵 讓她嚇了一跳 哇 哇 哇 啊 珍耐嚇到的瞬間 那個女孩也被她嚇了一跳 啊 看來因為發現了有人在 慢慢的又把眼睛睜開了 眼前的是一個 有個金 有個漂亮金 金頭髮 藍眼睛 然後穿著一 單件式的洋裝 對著珍耐笑著 啊 沒事吧 誰 你是誰 我嗎 我是愛麗絲喔 愛麗絲像是兔子一樣的 在那邊跳啊跳的 轉來轉去 把兩隻手擺在後面 往珍耐的方向跳了過來 我可以跳著說嗎 喔不是 你的名字是 我 喔 我啊 我是珍耐 你在這邊幹嘛呢 我怎麼知道 我知道還要問你嗎 我也不知道呢 如果不趕快回家的話 爸爸跟媽媽可能會很擔心喔 嗯 嗯 嗯 那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是哪裡呢 啊 登耐想說 愛麗絲也許知道什麼吧 就 想說也許問問她 就可以知道怎麼回家了 這裡是我的家近的森 啊 這是離我家很近的森林喔 阿麗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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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離你 你的家嗎 阿麗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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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es 阿麗絲 阿蕾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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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麗絲 稍微慢一點好不好 阿 不好意思 阿 我太開心了 阿 你們聽得到愛麗絲講話吧 應該聽得到愛麗絲講話齁 愛麗絲吐了舌頭 得嘿嘿的笑著 真愛看到愛麗絲那種開心的樣子 一瞬間也自然的露出了笑容 喔齁齁齁 幹你不覺得 你怎麼會想去他家呢 你不覺得他家看起來就有夠詭異的嗎 到了 我不想進去阿 愛麗絲拉著真愛走啊走啊 總算是到了森林裡面深處的一個房子 怎麼說呢 這房子散露出一股老舊的味道 是一個西洋式的二樓建築物 那麼一樓的窗戶看起來也看不到什麼燈光 真愛走到了門前 愛麗絲說著 好 問了愛麗絲 這裡就是你家嗎 對阿對阿 快進來吧 欸 那你還得到一樓 愛麗絲講的爸爸和媽媽有問題嗎 欸 進去可以嗎 愛麗絲的爸爸媽媽沒問題嗎 爸爸和媽媽都不在喔 這裡只有我一個人 那才根本不應該進去吧 你這種森林深處只有一個小女孩在的洋館 你怎麼會覺得這樣想進去呢 愛麗絲就有一個人 爸爸媽媽都不在 那 這樣好嗎 真愛在門前想了很多 愛麗絲輕輕的拍了我們的背 快啦快啦快進去啦 好冷喔 啊 確實外面很冷 但是似乎好像這不是主要的理由 倒不如說 愛麗絲好像很想 我們以後真愛就用第一人稱啦 好不好 我們以後真愛就直接用第一人稱的方式來 來講這個劇情 愛麗絲 倒不如說愛麗絲是很想跟我玩呢 嗯 她的這種表情讓我有點心裡不安 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房子給了我很討厭的感覺 嗯 但是 如果只住一晚也許OK吧 所以我就對著愛麗絲露出笑容點點頭 嗯 嗨路由 那我們進去吧 看到了就是我的臉 愛麗絲也露出了開心的笑容 啊 想說如果只玩一晚就好了 啊 啊但是因為 但是因為我想的真是太簡單了 居然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考慮到這個房子本身 實在看起來太異常了 啊 後面有話啊 跟著愛麗絲進館了 啊 說真的這裡真的嚇了我一大跳 這裡看起來非常的豪華 地板很大 還有 地板很大 還有很大的樓梯 還有紅色的地毯 鋪在那裡 歡迎光臨真大 啊這是我家喔 歡迎光臨真大 啊這是我家喔 真大呢 是吧是吧 愛麗絲的爸爸和媽媽 有錢 啊 愛麗絲跟爸爸媽媽是不是很有錢呢 是沒錯啦 可是 他們兩個人好像已經不在了 愛麗絲這麼說著的時候 臉上露出了悲哀的表情 啊 我實在是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馬上就跟她道了個歉 對不起 沒關係啦 因為就是這樣嘛 啊 黑萬好你好 啊 你一直都是一個人吧 你一直都是一個人吧 今天阿姨都來得很嬉害 嗯 所以阿今天 真奈來了 我好開心喔 愛麗絲 的笑容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變得有一點點的詭異 有點慌張的表 表 表情 啊 真奈真奈 你可以在那邊等我一下嗎 這遊戲可以存檔嗎 不能存檔 好吧 怎麼了 啊 有個東西想給你看呢 馬上就回來囉 等等我 啊 愛麗絲這麼說著 就往樓梯那邊走了 啊 就 煞爽登場 喔不是煞爽的 往樓上跑了 啊說真的 女生可以跑這麼快 讓我滿驚訝的呢 啊 愛麗絲跑好快呢 我的朋友裡面跑這麼快的人 都沒有呢 似乎進了某個房間 聽到了開門的聲音 我一個人被 留了下來 啊 愛麗絲也不在了 那 晃晃看看吧 啊 天花板上 有一個大大的小兜里亞 就是那個 吊燈 一樓的話呢 左右的門各一個 左右各一個門 然後呢 牆壁上 有著一些 就是 臉的繪畫 嗯 是什麼樣的畫呢 啊 因為對畫很在意 所以就往畫那邊走過去了 不要啊 你不要對畫在意啊 你遠遠看是會死喔 啊 因為畫 因為畫的位置實在很高 啊 我必須要抬頭往上看才行 嗯 嗯 畫 畫上面有個長得很像愛麗絲的少女 但是呢 她的臉卻被 就是 但是 似乎是被塗黑了 然後好像在一個深暗 深 那個黑暗的布屋裡面 難道說這就是愛麗絲嗎 看著這個畫 感覺到了不可思議的 感覺到一種不可思議的 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如果說我一個人 就跟畫裡面的愛麗絲是一樣的話 那也許我也會覺得很不安心吧 欸 聲音彎 啊 沒事沒事 嚇不到我的花瓶罷了 哼 突然有一個花瓶掉到地上破掉的聲音 啊 我我我全身都聳立了起來 然後呢 感覺到了一股像電流穿過身體一樣 啊 瞬間抽筋了一下 那你什麼 沒有花瓶啊 我馬我馬我馬上往四周看了一圈 不只沒有花瓶 當然 連所謂破 連所謂破掉的花瓶碎片都沒看到 是錯覺嗎 幹怎麼可能是錯覺 啊 稍微撫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 怎麼了 咦 哇 啊 到底什麼時候來的呢 啊 突然愛麗絲就站在我的隔壁出聲叫我 啊 他也 他也 他也他也他也叫 因為被我嚇到也叫了一下 沒事吧 啊 他似乎 他似乎 他似乎有一點在擔擔擔心著我們了 嘿嘿 沒事沒事 太好了 啊 愛麗絲又露出了 跟平常一樣天真的笑容 啊 握 握起了我的手 啊 捏捏捏 那個房間有很可愛的 東西喔 很有趣的東西喔 有很多的人偶喔 不要啦 為什麼又要有人偶啊 愛麗絲指了指左邊的房間 我喜歡人偶喔 我也很喜歡人偶喔 你不要喜歡人偶啊 啊 我們 我們就跟著愛麗絲所指的那個方向往那邊走過去 握上了門 握上了門 握上了門把 啊 啊 愛麗絲說這個 就是這個房間裡 愛麗絲說 有很多很多的人偶 看來沒錯呢 啊 房間裡面 有著各式各樣不同種類 不同大小的人偶 都很漂亮的擺在那裡 倒不如說 這裡簡直像是人偶般的世界 幹不對啊 哪裡有人偶 我半隻人偶都沒有看到 你噴笑啊 大哥 大姐 我知道CG圖很難畫 可是你要說這個人偶房間 你也畫個幾隻人偶貼上去吧 啊 珍耐 珍耐 握起了靠在附近的人偶的手 啊 對著愛麗絲說 可愛捏 好可愛呢 你看你看對吧 啊 因為我說了 我誇獎她了 我誇獎了愛麗絲的人偶 那 愛麗絲顯得十分的開心 啊 回到了那個 回到了剛剛擺著兔子人偶的地方 那麼 我發現了有一個人偶 坐在一張搖椅上 那那個人偶令我很在意 那那個人偶令我很在意 這是什麼 啊 我突然我很在意的指著那個人偶 人偶坐在搖椅上 嗯 看起來長得有點像愛麗絲呢 啊 那個我也很在意喔 我也很喜歡喔 愛麗絲露起露出了笑容 啊一面露出笑容 一面說著 然後輕輕的握起了那個人偶的手 嗯 嗯 怎麼了 哎呀 嗯跟第一次花瓶掉下來聲音不同 這次好像是一個有什麼重物 又很近的 又在很近的地方掉了下來 嗯 到底是什麼東西掉下來了呢 真的欸 嗯 大概是我的錯覺吧 但是呢 說真的 這種 聽到這些聲音 我一點都不覺得害怕 欸 喔 他說 不對不對 但是如果看得到東西又 又看得到東西掉下來 聽到聲音會不怕 但是 但是沒有看到東西卻有聲音 說真的 我有點恐恐恐恐怖 看不恐可可可怕 看不安 啊我不想嚇到他 所以我就這樣跟他說了 嗯 難尼謀奈有 沒事沒事 咳 是嗎 愛麗絲 啊看著我們的臉 有點露出了 就是搞不懂的 表情 啊說真的我不想讓他擔心 所以我們就繼續玩人偶了 啊 愛麗絲看來 看來很喜歡玩人偶 那麼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心中 總是有股難遇的不安 我覺得你進門口就覺得不安 你現在才跟我不安 但是呢 嗯 也許跟愛麗絲 呃 但是也許愛麗絲知道些什麼吧 啊總之我就先把那不安丟到一邊去 啊為為了忘記那些不安 那我就繼續跟愛麗絲一起玩吧 啊 經過了多少時間呢 不好意思喔 妳可不可以在這邊等我一下 小姐不要 妳又丟我一個人 嗯 一遊 妳還說一遊 嗯沒問題的 不 愛麗絲走了 啊 又來了 啊 愛麗絲似乎有點 著急 那麼 就 露出了著急的笑容 啊就往外跑了 就走了出去 嗯 又是這樣嗎 那麼 我抱起了那個小丑人偶 在這邊等著愛麗絲 但是呢 啊 我等了好久好久 愛麗絲都還沒有回來呢 愛麗絲將 愛麗絲 嗯 說真的 愛麗絲一直不回來 我越來越覺得緊張了 這種地方只有一個人 啊說真的 有點恐怖呢 倒不如說 啊剛剛在入口看到那張 那幅畫 所描繪的那個深 深深深 啊就是黑暗的房間 一直讓我想到了這裡 一直讓我想到了這裡 欸 突然 房間裡面暗了下來 我什麼都看不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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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中嚇了一大跳 發生什麼事我完全不知道 愛麗絲將 哪裡 愛麗絲 你在哪裡 啊 我到目前為止 一直忍 忍耐住的不安 和恐怖 一口一口氣爆發了出來 我開始慢慢的找著愛麗絲 我的眼睛漸漸習慣了黑暗 然後 往的門那邊前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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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我的眼前 從天花板掉下來了一個破破爛頭的人偶 來下捷舞啊 我的腰反而嚇到了一樣 一屁股坐在地上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我離開了那個人偶 我背後好像碰到什麼軟軟的 如同那個枕頭一樣的東西 我轉向了背後 哇 不知道為什麼 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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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一個奇怪的娃娃 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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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拿著刀 右手拿著叉子 站在我的背後 可能是要吃牛排吧 這個人偶 彷彿是 瞧不起我 在那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唉唷 他刺向了我的腳 他拿他的刀和那個叉子刺向了我的腳 卡 然後我就跌倒了 因為我覺得很痛 就開始 又覺得很恐怖 開始流了眼淚 那麼 開始有很多很多的人偶 跑到了我的 左腳那邊 然後開始燒什麼東西啊 那個松明是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知道燒什麼東西 好 彷彿 彷彿 就是可以聞到 肉的味道 還有橡膠的味道 還有 就是混著一些奇怪的 還有一些 奶油啊 脂肪的味道 進入了我的鼻子裡 然後呢 在那些燒 燒開的 燒的東西裡面 就是說 那個 就是他們把皮膚切開來 可以看到骨頭 那麼切口 還可以看到了一些脂肪 人偶 欸 哈哈哈哈 這 太好了 這個肉有很多很棒的脂肪呢 那那 再烤一下吧 再烤一下吧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就肉就太深囉 啊 我是medium派的 我是五分熟的 我是 我是五 五分熟的 那 話說回來啊 比起這個 趕快把這個孩子抓起來 把他做成烤丸子吧 啊 突然有一隻人偶 看向了我們這邊 而且其他的人偶 好像也隨著他的視線 全部往我這邊看了過來 よし 全員 太好了 大家抓住那個孩子吧 沒有沒有 我腳只是被刺到 他們應該是在烤別的肉 這排 小姐小姐 別怕 過來我們這邊吧 人偶似乎要抓我們 所以衝過來 過來 因為我太害怕了 我就拼死的 就是用我的右腳 衝向了那個門 握住了那個門板 AiTSU NIGU SHITERU ZE 那傢伙要逃了呢 NIGASU NA 不會讓他逃的 比起讓你逃 趕快把你抓起來吧 有福安 有三隻人偶 動了起來 我要再被他們抓住錢 趕快逃出去才行 一袋 好痛 我總算是到了 總算是從房間逃出來 到了入口大廳 我的左腳因為被被切 就是剛被那個小刀劃到 感覺到了那個傷口的痛 所以開始流淚 嗯 奇怪 剛剛房間好像還比較亮啊 倒不如說 啊這些 已經已經變暗了 然後又又有人偶動了起來 我仔細想想 這些實在是太恐怖了 就是太異常了 我還是趕快出出去吧 好 好 糟糕 我覺得不妙了 真 那 呦 似乎在哪個地方聽到愛麗絲的聲音 就給他一點回應吧 我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叫著愛麗絲的名字 愛麗絲 家 愛麗絲 你在哪裏 你在哪裏 太暗了 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你在哪裏 口氣喔 愛麗絲 在這裏喔 愛麗絲 你為什麼要叫他 你就趕快出去就好啦 你是活不耐煩了 可能本來沒事 你還叫他更慘 在哪 啊 哎呀 找到了 愛麗絲跑了過來 欸 你怎麼受傷了呢 救 助けて愛麗絲 救命啊 愛麗絲 因為我已經 快沒有體力了 只好用 用簡單的字 要告訴愛麗絲 剛剛沒看清楚那句話什麼意思 他說總之怎樣先努力吧 啊 愛麗絲就好像天使 用天使一般的聲音來鼓勵我 啊 把我抱得起來 應該說扶得起來吧 愛麗絲到午安 你就是愛麗絲啊 你看你是愛麗絲 還有娃娃 原來就是你啊 我只好笨掉你了 呵呵呵 被我跟妳開玩笑的 痛 好痛 沒事沒事的 大事故じゃない喔 我早就趕快回家 爸爸和媽媽的 愛麗絲 不是沒事啦 我想趕快回家找爸爸和媽媽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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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的忍耐住了痛跟恐怖 啊 不小心告訴了愛麗絲 我其實很想要 見爸爸和媽媽呢 欸 你又要回去了嗎 欸 你要回去了嗎 但是你這樣子 這個傷口會死喔 啊 我爸爸是醫生 一定可以治好我的 啊 啊 我的爸爸是醫生 一定可以治好我的 然後 握下了門把 欸 打不開喔 噢 騙人吧 說真的 對於打不開這件事情 我感到很絕望 我的意識 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識 我只能感 感覺到我的左腳還在繼續 流血而已 倒不如說我的血一直往下半身跑 啊 我的 我的出血越來越快了 看到了 掉落在地板上那些紅黑色的液體 愛麗絲露出了擔心的眼神 噢 你大丈夫嗎 我可以回到前面 我可以做什麼 沒事吧 在回去之前 我先幫你治療吧 愛麗絲這麼說著 啊 把我扶起來 往著人偶 人偶房間 對面的那個房間走過去 一代有 好痛 啊 因為那個腳 就是被切 就是被那個割傷的腳 實在太痛了 我的血就一直一直流 一直流 流著 畫出了一條 在地上畫出了 如同紅紅線一般的 的線 一定沒事的 加油 好不好 就是說 我看著愛麗絲的臉 她很溫柔的 這麼解釋給我聽 因為我看著她的臉 不想要看地上的血 我會害怕 總覺得有點安心了呢 不知道為什麼 愛麗絲身上傳來了一些香味 讓我都忘記了痛 痛 痛 的那個腳上的痛 就在這邊治療吧 欸 愛麗絲這麼說著 就是說 上面不知道 有做到了一個什麼東西 空瓏 什麼意思啊 空瓏包什麼東西 愛麗絲姜 好 嗯 那麽我就 對 就是突然有點緊張地對著愛麗絲說了話 阿麗絲 怎麼搞出來了 空瓏好像是那個瓦斯爐之類的啦 我不確定 不好意思 啊 有點有點熱喔 喔 喔 對對對 愛麗絲把我的腳 拿上了那個瓦斯爐 空瓦就是瓦斯爐 或是火爐之類的 把我的那個傷口 用火爐那邊去烤 啊 馬上又有一種恐怖的味道了 這種是被 那種肉 肉燒焦 脂肪的味道 還有奶油香味的味道 但是呢 這次 並不是 並不是那個 左 左左左左腳的味道 而是我自己 被燒起來的味道 呀 欸剛剛 剛剛好像他的腳被切掉了 我剛好好像沒有反對 不好意思 剛剛 剛剛珍耐的左 左左腳好像是被切掉的 對不是切傷 是整隻左左腳被切了下來 好像啊 那 我突然 感覺到了 全身的血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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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沸騰的熱度 好像很長時間 被地獄的火焰一般 被燒 燒著 可以囉 好了 愛麗絲這麼說著 然後就把 瓦斯爐的火給關了 那麼 在火 火熄熱的時間 瓦斯爐上還冒著煙 啊 啊 突然呢 嗯 就是過了一陣子 我就覺得那個 受傷的腳那邊 不怎麼痛了 可以了吧 愛麗絲笑著 問著我們的身體 還好嗎 說真的 啊我已經感覺不太到的 深 深 感覺 感覺不太到的 深 深體的 的 的 感覺 感覺 就是說 欸我這 壓著傷口止血 啊我還是盡力的 用笑容回答他 嘿咬 嗯沒沒 好了 沒 沒事的 嘿嘿嘿 我很厲害吧 愛麗絲 張著手 轉了兩圈 在那邊 咕嚕咕嚕的 轉了 嗯 似乎很得意呢 藍波也會啊 藍波不會把那個子彈的火藥粉拿出來放在肚子上 用火烤 啊我我看著愛麗絲開心的樣子 嗯 雖然搞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但是我還是勉勉強強的 就是 跟他 跟他一起笑了一下 那我覺得愛麗絲開心就好啦 阿 真奈啊那這一次我們就去二樓 我的房間吧 不要啦 又要去他的房間 啊我 我已經沒有腳了 我怎麼去呢 啊 對啊真的他腳被切掉沒有錯 啊 因為我的左腳已經沒了 我自己似乎是沒有沒有辦法動 倒不如說 啊我現在的表表現有點超過平常了 一般人遇到這種狀態應該已經叫了恐恐怖的慘叫 或者是悲傷的哭泣了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 我看著愛麗絲的臉 就總覺得 好像有一種奇怪的心情呢 有 有 愛麗絲再次浮起了我們 啊 靠近了 離開了條蟻室 好剛剛的條蟻室沒錯 那麼 這個大廳呢 到處都是我 我們的血 沾滿了我們的血 也許我一個人會害怕吧 但是跟在愛麗絲旁邊 似乎就不怎麼怕了 哇 不知道什麼意思 啊 人家是好紅好髒之類的吧 啊 不好意思啊 把你們家給弄髒了 啊 珍奈並不是故意把 把地板弄髒的 啊 但是 但是事實上還是把地板弄髒了沒錯 啊 所以還是跟愛麗絲道歉 欸 啊 你 你大丈夫 啊 沒關係喔 啊 因為 因為我的道歉 愛麗絲似乎動搖了一下 啊 她就 抱抱著我們 啊 上了那個二樓 so 剛剛突然發現 愛麗絲的表情有一瞬間很慌張 那 雖然說 我內心還是對愛麗絲覺得有點 有點怪怪的 但是 居然她 抱 抱著我們 那我的 我的懷疑也就跟著消失了 你也太好騙了吧 愛麗絲 愛麗絲 朝著我們 吐了一下舌頭 笑了一聲 嗯 看到了愛麗絲這樣子 天真無邪的笑容 我好像被治癒了一樣 都哭了愛麗絲 講 你從人偶房間出來之後 你就去哪了呢 嗯 是咪咪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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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女孩吧 我想 那真乃 我們 我們 我們也就 也就不在意的跟他一起笑了 那我跟愛麗絲兩個人 就笑著 把門打開 進入了她的房間 這就是我的房間喔 我們進入愛麗絲的房間 在周圍看了看 她的房間有一個粉紅色的床 有一個小書櫃 還有一個出桌 那還有一個 和人偶房比起來 實在是顯得 樸素許多 欸 好好好 為那晚 愛麗絲抱著我們進來 然後把我們放到了床上 謝謝 嗯 嗯 愛麗絲 你的房間 綺麗大娜 綺麗大娜 你的房間很漂亮呢 欸嘿嘿 是嗎 嗯 因為我誇獎了她的房間 那她就露出了點開心的笑 開心的表情 愛麗絲ちゃん 那時候 愛麗絲啊 那時候你看到 就是 那時候你看到了我 幫了我 真是謝謝你囉 你謝謝她幹什麼 他媽的 要不是她我腿會斷嗎 莫名其妙 這我沒有分歧 就是小說而已 如果愛麗絲不在的話 也許我就會死了也說不定了 不對吧 是她不在你根本不會進來 你才沒事吧 莫名其妙 嗯 不客氣喔 因為我告訴她我的內心話 愛麗絲似乎很開心的點了點頭 過了一會兒呢 愛麗絲就用她平常的語調 繼續說著 我 在這家裡一人 寂寞 那個啊 我在這個家裡一個人好寂寞呢 嗯 那個啊 那個啊 真在講 怎麼啦 怎麼啦 愛麗絲似乎有一點不好意思 似乎下定了決心這麼說著 我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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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可以跟我一直當朋友嗎 不要啊 我對於愛麗絲所說的話有點嚇到了 那我就 有一點驚訝 我就馬上用笑容回答她 勿論 ずっと ずっと一緒に いよね 啊 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永遠 永遠在一起吧 本当 ありがとう 真的嗎 謝謝 啊 那我們約好囉 愛麗絲似乎有餘力的抱住了我們 那麼 當她抱住我們的時候 我聞到了一些甜甜的香味 嗯 這真的是好香的香味呢 哎呀 已經這種時間啦 愛麗絲 跟著愛麗絲的視線 看到了一個擺在那裡的鬧鐘 時鐘 這個 時鐘指著 半夜12點 嗯 差不多不能再玩了 那我們就一起睡吧 啊 看不懂 啊 但是因為我一直都是一個人 我想跟朋友的珍奈一起睡 愛麗絲 啊 就是拒絕跟她一起睡 おいで 愛麗絲ちゃん 那過來吧 愛麗絲 那我露出了笑容 揮了揮手 叫她過來 那麼 愛麗絲 啊 隱藏不住喜悅 抓住了我們的手 啊 鑽進了被窩裡 真乃好香 愛麗絲ちゃんもだよ 愛麗絲你也好香 那我們兩個就手牽著手 啊慢慢的把眼睛閉上來了 那麼因為我實在好累了 就感覺好像全身都 就是全身的感覺都消失了 就深深的睡著了 那個時候 我對愛麗絲 是打從心底謝謝她們的 敢感謝她的 說真的我打從心底覺得 能在森林中遇到愛麗絲 是太好的事情 如果 沒有遇到愛麗絲 可是也許我就會死了也不一定 在那個森林中 一個人孤單孤單 在寒冷中一個人 這麼恐怖的 睡著死在那裡 明天 就算明天 我要跟愛麗絲分開了 我也絕對 會再回到愛麗絲這個房間 來跟她玩的 不對吧我覺得你沒有機會 跟她分開了傻子 等我 等我 等我找醫生把我的腳治好了 那我要 那麼這次 就換我 招待愛麗絲來我們家玩吧 你還要招待她來你家玩 莫名其妙 這女主角有病喔 那我在夢裡面 似乎夢到了愛麗絲來我們家玩 爸爸媽媽還有愛麗絲 然後我們三個人一起在某個地方玩的地 在某個地方玩的夢 突然我感覺到了一股寒冷的氣息 風 什麼 在我的視線裡面有一個東西 如同廢物般一樣破破爛爛的房間 還有穿著衣服的鞋 還有一個單眼 還有一個什麼身體腐敗的少女 站在那裡之類的 唉唷隨便啦 愛麗絲講 愛麗絲 我不想看影幕了 唉唷真愛你起床啦 唉唷 愛麗絲你怎麼了 唉唷愛麗絲看到自己的樣子也嚇了一跳 唉唷 反正就是說什麼 她的頭髮好像也犯出奇怪的氣味就對了 喔 她的頭髮上面 她的頭毛 就是頭髮的部分 跑出了很多很多的區 然後 也看到了她的那個腐爛的大腦 唉唷看到啦 唉唷 那愛麗絲露出了悲哀的笑容 唉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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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隨便 然後我不知道了 這是什麼 唉唷我聽不到的聲音迷惑我們 唉唷 咪咪不想讓你知道的 愛麗絲 打從心底似乎覺得很可惜 露出很可惜的表情 露出笑容對著我們說話 她沒有露出笑容 她哪裡露出笑容啦 但是也沒關係啦 啊 反正我們已經是好朋友啦 誰跟你好朋友啦 啊 說著說著她露出的笑容 往我們的臉 靠 靠近過來 我可以感覺到了愛麗絲的氣息 就是離我們的臉很近 然後她的背上 就是 什麼啦 就是 就是我可以 我的背 我的背上就是 就是 就是那種那個 那個有一股寒氣在我背上就對了 愛麗絲看到我們這樣子就跟我們說了 嗯 話說回來啊 那個珍奶啊 你真的有好好聞的味道呢 我 我的腳是 不只是那個喔 啊 你全身都很好聞喔 愛麗絲露出了笑容 慢慢的靠近了我們的腳邊 她手上 拿著一把 可以簡單把我們身體切碎的一把刀子 我覺得應該會被殺吧 所以我就趕快滾到床底下 滾到床底下 沒事吧 啊 愛麗絲似乎很 擔心著我們 伸手過來 不要 我 我哭著看著她 我不想去碰她的手 但是愛麗絲似乎對我們拒絕她的事情感到很震驚 她露出了一點不安和緊張的感覺 對我們說話 真奈阿 你明明不是很喜歡我嗎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拒絕我呢 難道說你討厭我了嗎 是嗎 不是的吧 不是的吧 就算是這樣子 真奈應該還是跟我是好朋友啊 不是的吧 真奈應該還是跟我是好朋友啊 愛麗絲露出又哭又笑的表情 朝著我們慢慢靠了過來 愛麗絲講 對不起愛麗絲 我很喜歡愛麗絲 但是 那是因為我以為愛麗絲是人類啊 我可沒有想過連死都要跟愛麗絲在一起呢 我...我要回去了 我...我要回去了 幹你怎麼會覺得這種時候你回得了家 你沒腿他有刀 你怎麼可能覺得你回得了家 主角你有病喔 真奈你要回去了 因為我長這樣子嗎 太過分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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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說好了吧 約好了吧 真奈 欸 欸 約定 啊 所以也就是真奈之前所說的 那時候她 那還是漂亮的愛麗絲 她所說的 我們一直都要當好朋友這個約定喔 現在我才想起來 她露出如此那一般天... 天使的笑容 拿著刀朝向了我 欸 瑪莎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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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好一直當朋友喔 愛麗絲 露出了微笑 拿著刀子靠近我 我...我...我看來非要...非要努力逃不可了 那麼... 那麼... 我用...我用...一...一...一隻腳努力的靠...往門那邊前進 但是...她輕輕鬆鬆的追了上...追...追到我...我身邊來了 不 放心吧 只...只有一瞬間會痛...只會痛一下下喔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在一起囉 愛麗絲拿著刀往我們這邊揮了下來 噗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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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前一片紅 我聞...我聞到了最討厭的...鐵...鐵...那個...鐵臭味...還有血血的味道 然後呢...愛麗絲的...香味也傳到我鼻子裡 這樣就可以一直是...好朋友囉...真的欸 好...在我的意識遠離中我還是可以...聽到她的笑...笑聲 角君vard 幹我早就知道你來這一套我已經用棉被遮好的臉.. dział 我早就知道你會問他結局下一個...發一個鬼臉嚇我...哼... 感谢观看